一段痛苦的经历让他不忍回忆 第一个年就待了有几个月了就开始 慢慢慢慢都没有写 第二年我又上第二个年 也是这样做 还是这样的情况 后来慢慢没有写了 也没有钱输写 又没有第二个年了 曾在生死边缘 却被好心人劝回 第二个女孩找了之后 他就救我老公不要我 杀我生 杀把心的意思 我就等别等到天黑了 我就把孩子背着 就跳出牵手 后来经历到他就欠我 千万不要坚持把孩子救好了 就好了 就是这样 如今的公益达人 也曾经流浪街头 我晚上坐在公园的凳子上 我想哭我不知道跟谁 其实我找个派出所 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 但我也觉得很丢人 说不出 对 我在亲人朋友面前 他在外面 这样了 从事公益 却不被家人支持 我们也发生过争吵 甚至闻到我离婚 之前的两个孩子 手术失败 去世 他就问我 他说你帮助的有意义吗 你还要继续做这样的事 我们因为这个事情 反正我心里我是觉得很愧疚 敬请关注本期 让我帮助你 只要明天还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南卫视 大型生活帮助类节目 让我帮助你 我是主持人黄帆 本节目由飞科电器冠名播出 如果您在生活中 遇到困难困惑 都请联系我们 我们会为您提供帮助 首先欢迎我们的心理专家 石瑜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也欢迎三位生活观察员 欢迎大家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 这一位当事人 她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 感谢在生命中间 曾经帮助过她的那些人 她说如果没有那些好心人 她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 究竟在她身上发生过什么呢 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画面中的女士名叫吴碧鑫 广东茂名人 今年41岁的她 早已长满了白发 她给节目组打来电话 说希望能找到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 因为十多年前的一件事 曾让她处于生死边缘 究竟在她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她要寻找的曾经帮助她的人 又是谁呢 让我帮助你 为您讲述 有请本期节目的当事人吴碧鑫 你好 你好 欢迎 来 请坐 先给我们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 主任好 大家好 我是我就吴碧鑫 我是来自茂名 我今年41岁 41岁了 刚才我们在短片里面说到 您曾经身处生死边缘 因为当年我们家医到困难 孩子有病 是因为跟孩子生病有关系 能不能从头说说怎么回事 我跟我老公结婚 第二年就开始上了第一个年 结婚是哪一年的事情 98年 98年是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我就上我第一个年 就是结婚第二年 就上第一个年 生了第一个女儿 第一个年就待了 有几个月了就开始 就慢慢慢慢都没有写 就她写红细胞低了 就没写了 怎么发现她没有写的 脸色就昌白 哦 是先发现孩子脸色昌白 昌白了 又经常拉肚子感冒 那个时候在农村呢 没有人认识这个病 嗯 没有人认识那个病 我也没有 也没有去过 没有前去过大医院检查 就在家里那个农村医院 医生主要说是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 他说这孩子远不大的 我就带到他没有为止 所以后来这个孩子很快就没了 哦 这还没有到一岁孩子 一岁一岁 刚好一岁 刚好一岁没有了 第二年 我又上第二个年 又生了一个女儿 上第二个年 她就也是这样做 还是这样的情况 也是这样做的情况 嗯 后来慢慢没有谁了 就又没有 也没有前出谁 嗯 又没有第二个年了 没有想到第二个女儿又出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要到大医院去查一查呢 后来到我们县里面去医院去检查 是地中海贫血 叫什么 地中海贫血 地中海贫血 所以不是像第一个女儿不是心脏病 第一个女儿也不是心脏病 就是他们不懂 所以第一次其实是误诊了 那第二个孩子说是地中海贫血以后 医生有没有说 他怎么治啊 能不能治啊 就是输血 医生说输血 就是他输血 他说地中海贫血是无药口 就是说药口就故事移植 必须要移植 那个时候不是移植 也不是很那个很 也效果也不是很好吧 也不 他说多少个人当中都没有一个能做好 他就这样子说 他需要那个适配的血型 才可以给他移植 要配的对 但是他说费用也一般接近也负担不起 当时有没有说大概要花多少钱做一次移植 他说要好几十万 他们都说我们都是负担不起 原来无比心的生活曾经遭遇重创 和丈夫结婚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 因为地中海贫血而去世了 之后生下的第二个孩子 也和前一个孩子一样患有地中海贫血 那么地中海贫血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病症呢 地中海贫血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先天性贫血疾病 就我国患病情况来看 多见于南方地区 患有该病症的病人 其体内的猪蛋白链会出现不足 甚至是缺少 这会直接导致人体血红蛋白结构发生变异 继而影响正常带氧能力 造成干皮等功能受到损伤 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常常在婴幼儿时期就会不幸死亡 一般来说 父母双方只要有一人是地贫轻度患者 或者说携带了地贫基因 那么就会把该基因遗传到下一代 如果父母双方都携带该基因 那么患儿就会拥有两个致病基因 而吴碧欣夫妇俩正好都是地中海贫血的轻度患者 因此生下的孩子有非常大的概率 成为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 在吴碧欣生下二女儿之后 为了治疗孩子的病症 吴碧欣经常带着他去输血 但是由于家庭条件所限 二女儿也仅比大女儿多活了两个月 两个孩子的相继离去 对吴碧欣的打击非常的大 看着孩子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离去 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小孩就没有 父母的妈妈一个都会心心 就是自己 公公婆婆她们是怎么看这个事 她说我小孩上出来就是害人挂钱 她不敢信 她们会把孩子的离去怪到你身上吗 怪 然后说第二个女儿找的时候 她就叫我老公不要我 让你老公不要你了 让我老公信 她觉得是你 是命你 少把心的意思呢 说你少把心 村民们邻居这些怎么看 反正村里人都没有一个人看到 有很多人也怕 怕你希望他借钱 靠近你跟你好了 对他都是不利 第二个年就走了之后 我们都隔了一段时间 不敢怀小孩 也不敢生 不敢生了 等到 我老公有一个儿婆 就是也没老婆没儿女 就是跟着我们一起生活的 我老婆那个时候 在生的时候 她今天都会足足点点她 会骂她 所以我就看见 我就跟我老公相聊 我说 我说你阿婆就是一个立主 我说我们一辈子没有小孩了 也不好过 是不是 老了没人养啊 什么都会想 你阿婆呢 你阿婆都还有你几兄弟来养 到时候我们呢 以后谁是不是 那个时候我那个二年 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生就已经跟我说过 她说 你们不是没机会伤进肠的小孩 有四分之一 有四分之一的概率 可以生出健康的孩子 她说你 就是回到之后 你就要去医院做检查 检查到是进肠的 你就可以把他伤下来 是不进肠的 你就把他引掉 当时是不是又动心了 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你一定要带我去检查 因为我们在农村县线 一定要到广州 那个大医院去检查才行 所以就决定 再要一个孩子 就我就肯定决定要伤小孩 忙了月之后 我就 我出来打工 打了几个月的工 带小孩 那一节就打电话来说 我的小孩 经常伤病 脸色没血 我就怕了 我又开始怕了 就是说这个第三个孩子 后来又发现 他也是有那种 之前前面的症状 所以脸上没有 我就怕了 我两个姐姐就帮我 把他带到 县里面的医院去检查 检查结果就是那样 我那个时候 我都帮回了 检查结果就是 他也是得了 这个地中海贫血症 我就回不了家了 我只能说 试着去理解 那个一个妈妈 就连续生了三个孩子 结果都是得了 同样的病 前两个孩子 年纪那么小 就离开了 当时那一刻 是不是第一想到 是这个孩子怎么办 他会不会也很快就 因为人家自己 有两个都经历过了 但是自己也没有 这个能力 这个病 这个身材 不要可做的 主要通过骨髓移植 像我们这种能力 绝对是没有 不是不能治 就是很低的概率 你要找到适配的血型 还要花很多钱 通过骨髓移植 才能再造 他自体的这个造血功能 才有机会能够活下来 是 可是这个钱 对你来说 是一个天文数字 没有这个能力 那些住了 又是数据一条 他们都救我 带上来 送到福利院去 把他 送到福利院门口 把他丢了 我不舍得 我那两个年 我都带到没有为主 在得知第三个孩子 也是地中海贫血之后 吴必兴彻底崩溃了 他的婆家对他的态度 日益恶劣 村民们见到他 避而远之 丈夫对他也是不闻不问 心灰意冷的吴必兴 自己带着生病的孩子 前往广州 希望能找到 救治孩子的办法 虽然医生曾经告诉他 做骨髓移植的手术 可以治好这个病 可是几十万的医药费 却让吴必兴 无可奈何 就当吴必兴 在广州四处求医的时候 他碰到了与他相似情况的 一家人 张兴兰 张兴兰告诉他 自己已经通过乞讨 以及他人的帮助 筹够了医药费 如果想要救孩子 那就也走这条路 于是 在张兴兰的建议下 吴必兴带着自己的孩子 开始上街乞讨 我就找了张兴兰 张兴兰帮我 做一个乞讨的三轮车 我是自己带着孩子出来 就自己推着三轮车 带孩子去街头 出来乞讨 街头乞讨 乞讨的时候 也好精男好精男 各个的时候你是骗主 骗钱的 别人都不相信 理解你的 知道这个病是真的 不理解的时候 是骗主 骂 又骂 说我讲得那么胖 我一直以来都那么胖 他说讲得那么胖 你不会去种田 不会去打工 他说你在这里 又舒服 要人给钱 他不理解的 他就这样子说 但是我其实坐在那里 我压力好重 我每天 我都是希望好心 人快点给我钱 因为求告钱 给小孩子 最接的时期 就是三岁到六岁 做手术是最好的 三岁到六岁之间 如果做手术的话 是很有机会能治好的 最好的成功率 就是最高的 我说每天坐在那里 就好像那个 一个大手头压 在那里 存气存不过来的 你开始自己带着孩子去 最后要到钱了吗 要不到什么钱 那一天下来能要到多少钱 那一天最好的时候 就要一两百块钱 后来就张兴兰就接受那个江湖 在精神上就帮助我 救我 那个时候我都很想放弃 那个江湖过少 就说 你既然找出这一条路了 你就不能放弃 一定要坚持到底 坚持就能 孩子就要救 就是你说的刚才那个叫江湖的一个歌手 是你那个朋友 张兴兰 建议你能够让他来帮你一块来去 因为帮他已经筹够钱 那个江湖那个歌手 帮张兴兰筹够了钱 筹够了钱 所以他也建议能够让他接着来帮你筹够钱 在张兴兰的介绍下 吴必兴认识了一位歌手 江湖 张兴兰一家正是通过江湖帮忙一唱 才筹够了孩子的救命钱 当江湖见到吴必兴母子的时候 他就决定要帮助他们筹款治病 可是筹钱也不是一件意识 几个月的时间 在江湖的帮助下 吴必兴筹集了四五万元的上款 可是 这离三十多万的骨髓移植费用相差甚远 而就在这时 吴必兴的丈夫却认为 吴必兴在外搞暧昧 才筹到了那么多的钱 一边承受着孩子筹款治病的压力 一边还要面对丈夫的质疑 忍不可忍的吴必兴想到了 带着自己的孩子跳猪江 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后来我那个时候当时我早上就有四五万块钱筹在我手上 就是讨来的嘛 后来我就给那个江湖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我拿着这个四五万块钱 我一数了就没有钱 我就叫他帮我把那个卡拿去 告诉他密码 我说你把钱拿去帮助 需要帮助的小孩 因为我用不上了 我就先说 我就准备 死前想做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些钱去帮助别人 我用不上了 我说我等到天黑了 我一醒死了 我就想死一个一流百流嘛 是吧 免得有人救起来 救起来又觉得很丢两样是不好 我就等不等到天黑了 我就把孩子背着 就跳出钱算了 后来江湖大哥就欠我 千万不要 不要 他就在精神上救出我 他说要坚除 坚除把孩子救好了 救好了 天差不多黑了 我哥就打了一个电话 叫我赶快回 他说爸不行了 那后来就放弃了 去死的念头了 就回去 第二天早上我爸就死了 我说也是我爸救了我 也是我爸救了 如果不是我爸死 就是我死 加上好心人的这个劝解 但算是放弃了这个亲生的念头 可是那孩子的病 还是得想办法治啊 钱还是得想办法愁啊 后来没办法了 也通过媒体 通过社会上 那么多好心人 等到最后 还是好多好心人 监住监告小孩子的手术费 不管他们监得 哪怕是一块两块也好 是多也好 最起码都搬到我的人 都是我的安营 我以前在街头流浪其他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流民 有一些不流民 有一些流那个林世峰 是有一些没有流 我说现在也找不到了 手机也丢了 我在滚州 住房子住吗 整天这里帮那里帮 也不见那个房子了 互相能都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我说我也没办法 向他们表达 表输到什么感谢 我说通过这个节目 能够帮我 感谢社会过的那些 那么多好心人 你们监得钱 没白费 孩子治好了 孩子治好了 向他们表输感谢 谢谢他们 他们的答案 到我永远都不能忘记 都不会忘记 把吴碧欣 从生死边缘 拉回来之后 江湖又通过媒体等方式 继续帮助吴碧欣母子筹款 终于在2009年 孩子筹够了善款 并且成功完成了 骨髓移植的手术 如今多年过去了 在经历了多次搬家之后 吴碧欣也找不到 那些曾经帮助他的人 无法向他们表示感谢 因此他找到了我们的节目 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 找到那些曾经帮助他的人 尤其是那位名叫江湖的歌手 当面向他表示感谢 在接到吴碧欣的这个诉求之后 我们也找到了 这位名叫江湖的歌手 他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他会为我们讲述 怎样的故事呢 来我们有请这一位 号称江湖的歌手 好心人登场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欢迎欢迎 江湖大港好 谢谢你当年帮助我 如果不是你帮助我 我也没有今天的我 站在这里 主要是你自己也在坚持 你很坚强 我觉得你是最伟大的 请 谢谢 坐下来慢慢聊 各位嘉宾好 来您也坐 您也坐 您好 只知道您叫江湖 还是请您做个自我介绍 尤其是本名您叫什么 来自哪里 我的名字叫宁星斌 江湖是我的网络的一个艺名 做音乐当时的一个艺名 老家在黑龙秧 但我长期在广州 我刚才听了这个必新的讲述 还记得最初见到他们母子时候的样子吗 那个书是张金兰说跟我讲 还有这样一个母亲 其实我知道南方医院有很多类似的病 第一种海贫血症 因为他主要在南方医院进行鼓吹移植 很多家庭的父母 他没有钱都放弃了 然后他跟我说 还有一个坚持的母亲 睡在三轮车上 跟他一样 因为当时我救那个张金兰 那个小文具的孩子呢 他是一家三口 在一个三轮车 等着有个爸爸 在照应 他是一个人 他老公没有在他身边 然后我到了他现场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动 最主要是我也有一个女儿 我也能体验一个母亲父母那种 不放弃的精神 看到他们很难 我觉得可以尝试着帮助一下 毕竟有一个孩子已经成功了 因为当时我们帮小文具 已经成功筹到了手术费 大概28万 但是也是全社会的力量 对因为很多志愿者 很多义工 很多爱心的歌手 都加入我的行列 跟我一起来做 我就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帮忙 所以相当于 你在帮这一家人之前 你已经在做很多的公益 包括还不是一个人 是吧 对 经历这么多的苦难 终于因为有好心的帮忙 因为有自己的在坚持一步 刚才妈妈也讲到了 孩子现在长大了 病也治好了 这个就是对所有帮助的人 最好的一个回报 所以今天呢 儿子也来到了节目现场 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来了 我们也请他登台来 让这些好心人看看健康的孩子 好吗 好 来我们有请 现在变成一个大胖子了 哎呀笑得好灿烂呢 你好 给健康大胖 健康叔叔 怎么就健康叔叔好了 健康叔叔当年 那样就帮助你 谢谢你 这什么东西 这个是家里带来的套餐 送给叔叔 家里带的 就是给叔叔带来的是吧 叔叔要收下这个礼物吧 好 谢谢你 这个真的叫理清情欲重 好 来咱们坐在那里聊好吗 好 现在还是长高了 长高一点 是吧 长高一点 长得好 真可爱 来 先刚好叔叔 那90人好 大家好 你一点 90人好 大家好 我叫洪凌杰 今年13岁了 都13岁了 这些事情啊 有没有跟小凌杰说过 说过他知道 他知道 但是有一些他不愿意说 他自己曾经那么苦 那么经难过 我只问问小凌杰 就是曾经有这么多 好心的叔叔阿姨啊 帮助过你 帮助过妈妈 这些妈妈都跟你说过吗 嗯 你有没有什么话 是想跟他们说的 谢谢 全部的叔叔阿姨 那么 那么有爱心的帮助我 使我能够到今天 我非常感谢 刚才妈妈也说到了 她希望啊 就是你长大以后 第一是健康 第二呢 要懂得感恩 是吧 是的 我也要谢谢 全部的叔叔阿姨 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 让我能像正常人一样 在学校里健健康康的读书 孩子治好了 曾经帮助自己的好心人也找到了 无必心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看到13岁的红灵杰在上场之后的表态 在场的观察员们既感到开心又感到心酸 那么曾经有过如此复杂经历的红灵杰 在未来的日子里 是否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现场的心理专家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等到慢慢长大的时候 我相信孩子也会有能力 慢慢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倒不愿意看到 小朋友一直是挂在嘴边 说我是全社会的孩子 我是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 当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藏着一颗感恩的心 而不能是每一天根植在他的脑子里面 说我应该去做什么 最好的一个办法 是让这个孩子内心当中 他更愿意做这个事 而不是挂在嘴上 所以说我相信 等到他有能力的时候 我相信他应该逐渐逐渐地 就培养自己 开始能够不但要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也会还给别人 谢谢石老师 谢谢老师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不能一味地说 你要感恩变成一个压力 对孩子来说变成一个负担 就让他健康地 轻松地成长 然后多让他感受到 生活里面世界上的美好 他自然而然就会 因为这些记忆 本身在他的生命里面 已经放在那了 他只需要去感受更多的美好 他一定会让自己更健康 也能够更愿意 主动地去帮助更多的人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 让我帮助你 本节目由飞科电器冠名播出 刚才我们分享了一个很 让人揪心又很感动的一个故事 可以用相思而生来形容 而这一切我想这个爱心 在里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刚才你也简单地提到 说在某一天突然觉得 我自己除了挣钱 除了我追求喜欢的音乐之外 生命里面还缺了点什么 最后你选择了公益 那个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还记得吗 因为我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时候 就是在广州 那个时候 我当时是抱着音乐梦想 就写了一些作品 然后到这边来推荐 唱片公司去推荐我的歌 但是因为那时候作品不成熟 也没有被唱片公司采纳 就是后来我想到 既来这次案子 就先找份工作 先生存下来 当时好像是有一千多块钱 我妈妈给我出来 就是说做盘产 然后后来就找工作 为了生存就被人骗了 遇到一些那个骗者说 哎呀我的钱没了 包没了 你能不能借我钱 打电话 就给人家钱一两百的 然后后来就生物分文了 睡在马路边 这辈子最苦的 就那一个星期 像噩梦一样 度日如年 度日如年 就是欲哭无泪 我晚上坐在公园的凳子上 我想哭 我不知道跟谁哭 其实我找派出所 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 但我也觉得很丢人 说不出 对 我在亲人朋友面前 在外面 这样了 那就给你寄个路费回来 我不想就这样回去 后来怎么熬过来的 后来就在一个那个餐馆 就我那时候想没有钱了 只能找包住包住的嘛 就看到一家那个东北饺子馆 我就进去跟他讲 我说我从东北过来 我把大学毕证 身份证给他看 我说我现在没有钱了 你在你这里 可不可以给一个工作给我 这样的 我不要工资都可以 然后后来那个老板就收留了 在那里做了大概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后来就 又去做推销员 业务员 也摆过地摊了 后来就 遇到我老婆之后呢 就我们两个一起打拼 就开了自己的店 一开始卖零售 后来慢慢就做一点批发 但虽然生意做的不大 但是呢 就是生活渐渐开始好了 原来 宁兴曾经也有过 非常不愿回忆的流浪经历 1996年 大学毕业的宁兴 从黑龙江来到广州打拼 可是 一开始却到处碰地 在那段日子里 他也有过食不果腹 睡公园长凳的经历 这些都让宁兴铭记在心 后来在自己的努力下 宁兴慢慢地开始在广州立足 并结识了自己的妻子 在生活渐渐好转之后 宁兴希望能够回馈社会 于是 他从义工做起 在帮助吴必兴母子之前 他也曾帮助过两个 换地中海贫血的孩子 而这两段经历 也让他刻骨铭心 因为曾经帮助的两个孩子 都已经筹到款 却仍旧没能救活 这对宁兴兵来说 的确是非常大的打击 但这也更加坚定了 他想要帮助他人的决心 除了关注地中海贫血 他还曾经接触过 高位结贪患者 骨癌患者等等 如今的他 更致力于关爱 露宿人员的活动 今天 宁兴兵来到节目 一方面是为了 见到吴必兴母子 另一方面 其实也带来了 自己的诉求 那么 他的诉求会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是因为 刚才的这对母子 要表达感恩 所以我们编导找到了你 找到你的时候 第一个 你第一个是 欣然而来 同时也说 既然来了节目 其实你也有一个诉求 想要去表达 对 我很难猜出 你想要诉求的是什么 能不能现在告诉我们 其实我觉得 我做公益这些年 包括我回想 我现在所经历的一些事 一些过程和经历 其实我亏欠的就是家庭 我觉得我老婆为我承担了很多 老婆对你做公益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她刚开始是比较支持 理解 刚刚后来慢慢慢慢 就是真的是变为不支持 我们也发生过争吵 甚至闹过离婚 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怎么说呢 事情很多 我举个例子 就是那个时候 我在帮小文具的时候 是我 因为是我第一个帮助的 而且也是 那个时候 支持的人特别多 我自己好像每天 都脑子里想的 就是 全是这个事 全是这个事 家里也不管 然后那天我到了现场 去一演的时候 然后我那个伴奏我忘带了 我就给我老婆打电话 我说老婆 赶快把伴奏给我送过来 我等一下又唱歌 忘带伴奏了 我老婆就 把伴奏送过来 带着孩子过来 后来到了现场 她就说要去厕所 她说让我看一下孩子 我上场唱歌的时候 后来我老婆回来 就找我吵架 就现场就拉扯 就是骂我 她说孩子不见了 就是我为了 你过于投入去做公益了 这孩子 自己的孩子都不够了 孩子没了 找不到了 那老婆肯定急了 是 还是他妈妈 对啊 但是我当时呢 就没想到那么严重 因为还有那么多志愿者 那么多人围观 是是是 你不给我面子 我就觉得 他当了这么多人面子 对我大吼大叫 然后后来我们也 因为这是 他能够争吵 但是孩子后来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找到了 但是确实 像人家讲的 我找不到 类似这样的事 对 还有 还有 就是因为你过于投入的 去做这些公益的事情 对 可能会影响到 还应该 本来应该照顾 对 家庭的时间 甚至照顾 比如家里生意的时间 对 然后他还有 家里面 他就比以前更老 超累了 对 再加上 之前的两个孩子 手术失败 去世 他就问我 他说你帮助的 有意义吗 你最终孩子没有活下来 你还要继续做这样的事 就是我们因为这个事情 反正我心里 我是觉得很愧疚 原来热心公益的宁星兵 因为长期投身公益 对家庭的照料相对少了许多 这也让自己的妻子颇有怨言 还曾说过想要离婚的话 面对自己的家人 宁星兵 也是充满了愧疚 因为妻子不太支持 宁星兵的工作 她也没能来到 我们的节目现场 因此 我们在现场 拨通了宁星兵 妻子的电话 希望了解 她的真实想法 并且能为这个家庭 做点什么 喂 您好 您好 我们这里是云南卫视 让我们帮助你节目的现场 我们这会儿呢 在跟这个您先生啊 在聊她做公益的这个事儿 她现在意识到呢 对这个家呀 尤其对爱人啊 有点愧疚 那我想呢 听听您的想法 对老公做公益这事儿 您到底是反对她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愿意她去帮人 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我呢 还是挺支持她的公益活动的 我们都是算人嘛 心情都是很善良的 但是呢 她基本上很多时间 都是发在那个住公益上面的 再说别人还要怀疑她 怀疑她什么 她到底家庭怎么办 是不是从中在里面拉钱啊 什么的 所以呢 我就很反感 因为呢 我们住公益的话 是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贴钱呢 我们自己要花钱进去 就起码我们吃饭啊 车费啊 水费啊 这些方面都是我们 我们自己家里拿出来的嘛 所以我们还要受这些人 一些提示的话 就是有一点不开心 听记的记者 还跑到家里来看 你家的环境怎么样 吃不吃中生意的人 我们呢 就是自己够吃够那个就可以了 就是有些来帮助 要回复一下社会啊 这要也 就说呢 也很正常 我们认为是正常的 但是别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可以理解的啊 因为每个人都是 这人心都是肉掌的啊 可是刚刚宁达哥也说 因为这些过于 过多的投入公益啊 你看上次做公益 把孩子都给忽略了 差点把孩子弄丢了 是不是因为这些做公益的事啊 他比较少时间照顾家了 照顾生意了 所以作为妻子来说 多少还是有些抱怨的 也是砂砂砂砂砌 也有可能的 平常就因为这个 听说你们还争吵过 甚至差点吵得要离婚了 是吧 你是这样做的话 在家的影响就是很大 这样的话 又是发男的 就是吵架嘛 也不是说要去离婚 这吵架那么吵的 吵的这么话的话就没讲出来的 宁兴宾妻子的态度非常的明确 他并不是反对自己的丈夫去做公益 而是觉得 丈夫在做公益和照料家庭之间 没有找到平衡 而且因为部分媒体的骚扰 让他不厌其烦 那么针对这个家庭面临的困惑 我们现场的心理专家 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其实刚才妻子的电话说完了以后 就跟宁先生他说的话 其实是两个版本 然后你刚才说 可能妻子抱怨的特别多 甚至有离婚的这种想法 但是我们分析一下 你妻子说话的先后顺序 其实就能代表很多 他内心的含义了 他首先先没抱怨说 你看你照顾家里少 照顾孩子也少 照顾老人更少 这样的 他先说的是心疼这个丈夫的话 他说比如说 我先生做了这些事情 反而遭来别人的非议和抱怨 那你说你为什么要做呢 他是满满的这种爱 而且是满满的那种心疼 所以从这样的语言 这种结构来看 我们作为心理医生来分析 那可能这个女人 她并不是真心想要跟你离婚 而是真的是心疼你 那另外啊 就是你刚才讲了一个 说妻子为什么会从同意 一直到不同意 你在做公益这件事情 那我宁先生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让我们听起来都心惊胆战的 所以我一直不太希望 我们把公益做得很好的人 能够把家庭过得特别糟糕 我们这样的人看起来会非常的心寒 会觉得这样的人本来是应该 把家里过得很好 他才能够更安心地去来做公益事业 所以我倒觉得 其实好多人会说 我做公益一定要是我自己 完完全全地站在第一线 我要做所有的事情 包括来主持 包括来议唱 包括来所有做后续的一些 或者是前期的一些铺垫准备 由你一个人来完成 但是我们发现 社会上这些爱心人士 真的是太多了 不缺乏一些好心人和有爱心的人 所以说你能不能够 把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能够分摊下来 能让我们 或者说类似像你一样的人 我们来每个人各管一摊 来替你来完成这些事情 相当于也算是一个传递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由你来完全 把这些全都做完了 所以如果这方面协调好的话 我相信你的家庭又顾及到了 那公益的事业 其实也在源源不断地陆续开展起来 那不就是一个正轨的一个方式吗 专家的建议非常的重肯 像宁星兵这样的公益达人 必须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否则很难让那些 曾经受过宁星兵帮助的人 感到心安 我们也希望不仅仅是宁星兵 还有那些和宁星兵一样的从事公益的人 在做公益的时候 不要忘记自己的家庭 节目的最后 我想还是把时间留给宁先生 还有什么话要说 或者还有什么特别的方式想要表达的 其实我当年在96年流落街头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晚上坐在公园的凳子上 一直在看汪国珍的诗 但是汪国珍那有一首诗叫 《只要我明天还在》 其实那首歌当时我就写出来 后来有一种原因一直没有制作 去年我把它制作出来了 这首歌就是我整个生活 有生之年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我想唱给所有人听 和大家分享 就是汪国珍老师作词 我来作曲改编的一首歌曲 叫《只要明天还在》 好 那我想我们就千言万语 都会在这首歌里面 想说的话也都在这首歌里面 也感谢我们现场的专家 我们的观察员 感谢电影机前 大家的观看和守候 希望今天的节目 可以留给大家更多的正能量 更多好的感触 如果电影机前每位观众 有需要帮助的 都可以透过屏幕下方的方式 跟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 让我帮助你 本节目由飞客电器冠名播出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把节目最后的舞台 留给您先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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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风 只要明天还在 我就不会被爱 总是黑暗吞噬了一切 太阳还可以回来 重新照耀我的风采 只要明天还在 我就不会被爱 总是深险浩瀚的沙漠 还有希望的略造存在 熟悉让我热气澎湃 只要明天还在 我就不会被爱 冬雪中将悄悄地融化 春泪定将红红而来 全世界好